好,同学们,我们回到课室里面来上课 我先解答这里一个问题 他说,您教导我们说现今没有从神而来的启示 但教会一位姐妹她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来解释是有启示的 请牧师加以解说 那么十四章二十一节就是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 爱我的闭门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那么这个姐妹就抽出这一节的经文 然后说,那仍然有启示 因为我们如果爱主 主要向我们显现 但是如果你回去读这段的圣经 读圣经不能抽一节的经文出来的 这是今天很多的问题 困难就是很多人断章起誉 把上帝的话抽一节 然后就认为这是应许 这是可以按照这一节来定教义 那这是极大的错误 因为如果你回去读整章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那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讲话 主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然后来到那个地方 他就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我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然后犹大 那不是加列人犹大就问耶稣说 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所以耶稣就回答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要到他那里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猜我来自负的道 然后他说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 但保慧师 就是父因我名所要猜了的圣灵 他就要将这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那个显现 在整段的圣经里面 是第一 讲上主的同在 人爱主 人要经历主的同在 然后就讲圣灵来 那圣灵来的时候 要与我们什么 同住 所以人若爱我 我必向他显现 对门徒来讲 圣灵来 启示圣经给他们 是对的 对我们来讲 圣灵来 与我们同住 所以若有人爱主 就会遵守主的道 一个遵守主的道 就经历主的什么 同在 所以那个显现 是不能解释成启示的 显现跟启示 在这个地方 跟上下文 是不可以这样子解释的 你要从耶稣 以后的回答里面 从上下文来明白 主耶稣是对门徒说 你们如果爱我 我要向你们显现 第一 我要跟你们同在 怎么跟你们同在 圣灵来 跟你们同在 圣灵跟你们同在的时候 就把真理也带来 所以你们就写圣经 你们写了圣经 那么圣经启示完成的时候 你们继续经历圣灵的同在 所以不是指说 现在你向你爱主 主就向你显现 现在还有启示 这是很随便的解释圣经 也没有把整本圣经 拿来从前后一致来看 这是今天一个 很大很大的困难 很多人喜欢解经 也喜欢乱解经 而且解经不看前 不看后 不看头 不看尾 妄文生意 看到什么字 就解成什么字了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 会出现很多的混乱 上帝的道 已经被随便传讲了 如果你爱主 主向你显现 那么每个人都领受启示 每个人都领受启示的时候 那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混乱的情况 所以圣经的启示 不是交给我们 领受启示的 只要犹太人 神把圣言交给犹太人 上帝没有把圣言交给其他的人 所以你记得 这是一贯的圣经的原则 所以为什么保罗上帝把圣言交托你们 耶稣讲你们犹太人跟别人有什么特别 因为上帝把圣言交托给你们 就表示 大体上 犹太人 是领受圣经 领受启示的 所以 固然这个大方向 就是 神把 所有的启示 交给使徒们 所以使徒们他们领受启示 所以让我们明白 那节经文跟启示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再来读回到我们 这个诗篇 143篇 那这篇 诗篇143篇 也是一个在患难中的诗篇 那我们可以看到 几方面呢 虽然它没有背景 不过它提到它在 幽暗之处 第三节 使我住在幽暗之处 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 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 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 是另外一次的经历 它在黑暗中的经历 所以有一些解经家推论 这是另外一次 它逃避亚撒龙的追杀的时候 那是一个亚撒龙背叛的时候 它追杀大卫 所以大卫逃难的时候写的诗篇 那么我们并不很清楚 它实际上真实的背景 不过我们知道 这是又一次它在幽暗之间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 它受仇敌的逼迫 它自己躲在幽暗的地方 它极度的忧伤 而且它 这一篇的诗篇是它 又再一次恳切的祷告 那从这篇的诗篇 我们学几样的功课 第一件事情 我们看见它 称它自己为仆人 第二节 求你不要审问仆人 然后十二节最后一句话 因为我是你的仆人 那么我们就看见 它接受人生 虽然它是上帝的仆人 虽然它是神的儿女 它仍然接受人生 有各种各样的试炼 它是仆人 但是它还是在试炼中 在艰难中 在困苦中 大卫没有自认为 我是你的仆人 我不应该遇见困苦苦难 我不应该进入忧暗之处 我不应该再来到这个凄惨的地步 因为它仍然知道生命中 有奇有弱 有高有低 这就是跟今天一般上讲的 所谓信主 没有苦难 人生顺利 成功神学等等 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主耶稣肯定的一件事情是 世界有苦难 这是主肯定 但是主也肯定的 就是在主里面有平安 所以我们虽然在上帝 是神的儿女 但仍然在这一个苦难的世界里面 会经历试炼 不过每一次我们经历试炼的时候 我们都有经历主的平安 主的看顾跟主的保守 这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明白知道的 第二个功课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 得相信面对试炼最好的方法 就是祷告跟仰望上帝 我们在上一个诗篇 已经看见这个事实 每一次试炼苦难来的时候 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大卫在这里他求什么呢 他求神听他的祷告 所以一开始说 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恳求 然后第八节的时候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的声音 所以他盼望神听他的祷告 第二他求神保守他 他求神来保守第七节 耶和华求你速速应允我 我心神已经耗尽 不要向我掩面 免得我向那些下坑的人 他求神来保护他 来保守拯救他 第三件事情 他求神来向他显明心意 所以你看你读到这一句 你读到第八节的时候 他说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还有求第十节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还有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你把这三句话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知道当行的路 遵行神的旨意 还有引到平坦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是知道 就是求神赐给 就是求神让他知道 这个知道就是起 就是我们所谓的 有领受神的话语 就好像我们知道 我们读圣经 我们知道上帝的启示 但是第二 我们上帝的启示 我们需要指教 所以神不但给我们话语 神还给我们圣灵指教我们 然后第三呢 神也给我们力量 来圣洁的圣灵 引导我们到平坦的地步 所以你有主的话 你有被教导主的话 有主的话 还要被教导主的话 最后还要圣灵的帮助 引导我们到平坦的地 平坦的地 所以他向神求 神帮助他 来指教他 借着上帝的话 走回正确的路 那这也是神常常帮助我们 走出我们的困难的 所以每一次在我们人生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有这本圣经 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 就知道上帝的路了 借着圣灵的教导 我们知道 被指教神的路了 然后最后 我们也借着圣灵的力量 引导走神的路了 所以这就是上帝 引导帮助 帮助大卫的 所以大卫求 神借着话语 来帮助他 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 第三件 我们看见 借着这个祷告 借着他的困难 他重建了跟神的关系 就好像刚才提到的 他重建了他整个生命的目的 现在他重建了他跟神的关系 所以你看 你看到第五节的时候 第五节他说 我最想古时之日 思念你的一切作为 默念你手的工作 我向你举手 我的心渴想你 如干旱之地 怕你一样 所以在困难的当中 他就开始回想 神在他身上的作为 他也渴慕 要更深地来认识神 然后你看到 来到第十节 第十节他说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 因你是我的神 然后呢 我是你的仆人 你跳到第十二节 因我是你的仆人 你是我的神 我是你的仆人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里面 他重新对神 有新的认识 你是我的神 我是你的仆人 那这篇的诗篇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让他来面对上帝 他接受神 在他生命中 给他的试炼 然后他继续地祷告 仰望上帝 走出这个试炼 他求神 看顾 保守 引导 接着他的话语 最后他重建 跟上帝的关系 那这差不多是 每一个困难 在患难中的信徒 有同样的经历的 我们很多时候 在做信徒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 在世界上 渐渐地我们被迷失了 我们走世界的路 我们被世界各样的东西 所引有 但是忽然之间 我们掉进 幽暗之间 那个时候 你就开始知道 什么是 真正的依靠 你就挣扎 仰望上帝的帮助 等到你走过这个困境之后 你整个生命凌晨 很大的进步 你跟神的关系 重新建立起来 那我们都看到 很多信徒 都是这样 经历上帝的 所以大卫也是 这样经历神 所以这篇的诗篇 就让我们学到 能够帮助我们 在度过我们 生命中的艰难 好 这是143篇 那刚才我们讲到 142篇的时候 那他的经济呢 就是在第五节 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 你是我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在诗篇143篇 他的经济就在第十节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因为你是我的神 你的灵本为善 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所以借着最新月信徒来讲 我们很明白 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被教导 以及圣灵引导我们 借着上帝的话 引导我们 使我们走出人生 各样的困境跟困难 那么其他的 我们都一般上都很容易 明白跟理解了 那我们进入诗篇 144篇 144篇是赞美的 是一个君王 他要出战的时候 一个战师 打战的诗歌 但是从这个打战的诗歌 我们看到这个君王的灵性 以及他对上帝是 怎么样子的信靠 那么我们来读一读 让我们有印象 144篇第一节 耶和华 我的盘世是应当称颂的 他教导我的手 争战 教导我的指头 打战 他是我慈爱的主 我的山寨 我的高台 我的旧主 我的盾牌 是我所投靠的 他使我的百姓 服在我以下 耶和华 人算什么 你竟认识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人好像一口气 他的年日如影儿 快快过去 耶和华 求你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 摸山山就冒烟 求你发出闪电 使他们四散 射出你的箭 使他们扰乱 求你从上伸手救把我 救我处离大水 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 他们的口说谎话 他们的右手起甲是 神啊 我要向你唱新歌 用十玄色向你歌颂 救君王的 你是那救仆人大魏 脱离害命之刀的 求你救把我 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 他们的口说谎话 他们的右手起甲是 我们的儿子从幼年 好像树栽子长大 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 是按战功的样式造成 我们的仓不隐满 能处各样的粮食 我们的羊在田间 一生千万 我们牛陀热满脱 没有人闯进来抢夺 也没有人出去争战 我们的街市上 也没有库号的声音 遇见这光景的百姓 便为有福 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 这百姓便为有福 这一篇的诗篇 给我们看见一个君王 他要出战的时候 他的祷告 也是他的赞美的诗歌 借着这样的一个赞美诗歌 看出他对神的信靠 以及他的谦卑 如果在一个国家的领袖 像大卫这样敬畏上帝的话 他在他的治理的国家里面 他就可以看出他怎样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治理 我们从几方面来明白这首诗歌 第一方面我们看见 大卫他在这个诗歌里面 他知道每一个领袖 每一个政治的领袖 他都要把荣耀归给上帝 因为一切的才能是从他而来的 所以在这里说 耶和华我的盘事是应当称颂的 他教导我的手征战 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征战跟打仗是一种 是一种艺术 是一种策略 是一种智慧 战争能够打仗的本身 就是一个很高度的智慧 他提到他用我的手 教导我的手 谁 所以表示 他知道今天他有这个能力 能做这样的事情 能够治理 这一切都是什么 上帝给他的 所以他不敢骄傲 他知道荣耀要归给上帝 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 我想每一个做领袖的 特别如果你是在各个方面的领袖 你今天拥有的一切 能力才干 你一定要承认 是从上帝来的 我们基督徒明白 一切都是从玄而来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领袖 应该懂得归荣耀给上帝 今天你比别人更聪明 上帝是给你比别人更聪明 今天上帝给你能够治理 比别人更能治理 是因为神给你的 今天上帝把你放在一个治理的位置上面 给你有这样的能力 那是神给你的 所以要荣耀归给上帝 这是一个有敬畏神的君王会讲的话 他没有说我打仗很厉害 他没有说我有孙子兵法 或者他有什么样的智慧 他不是 他说这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所以一个谦卑的人 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一个认识神的人 常常记得一件事情 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 荣耀要归给上帝 所以你懂得从上帝而来 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你也不必看不起人 你也不必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高一点 因为你所拥有的是神给你的 在大卫当时候写这首诗歌的时候 他的灵性 他的生命是在一个很成熟 很好的一个阶段里面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 你看见他说 他是我慈爱的主 我的山寨 我的高台 我的救主 我的盾牌 是我手投靠的 他使我的百姓 福在我以下 第二 他全心全意地信靠上帝 神才是他一切的什么 一切的主宰 他说神是我的慈爱的主 就表示他是一个蒙爱的人 他讲到神是他的山寨 讲的就是他能够在神那里 得着安息 然后他讲到神是他的高台 借着神的帮助 他能够看得更远 神是他的救 神是他的救主 就是他在患难时得着帮助 神是他的盾牌 盾牌是什么 盾牌是一种保护 不过盾牌是随着走的保护 也就是随时随地 他得到上帝的保守跟看顾 然后他提到神是 他是 这个是神的本质 他提到他死 是神的作为 神的本质 是这样子的 使我可以依靠他 他是我的主宰 我完全依靠他 但是他的作为 却使我的百姓 服在我以下 他知道 一切都是出于上帝 没有神的恩典 没有上帝的怜悯 他不可能做治理的 做君王 百姓为什么要服你 因为你服主 百姓 神就是百姓服你 如果你违背神的心理的时候 你的百姓就不服你了 所以大卫按照上帝的公义 慈爱来执行他 做君王的这一个身份的时候 很自然的百姓就归服他 所以他知道他需要依靠上帝 他不认为他自己能够使百姓信服 他也不认为能够靠自己 所以他很谦卑知道上帝是他的依靠 所以我想这是很好的 一个一篇的战略的诗篇 特别给那些在治理的人 所以如果你做公仆的 那这篇的诗篇是很好的提醒 特别对基督徒 所以如果你有认识基督徒的部长 就把这篇的诗篇送给他 顺便把讲解也讲给他听 让他知道他要靠上帝 不是靠一切都是神的做 如果他违背神的公义的原则 百姓就不能服 他如果违背慈爱的原则也是如此 所以基督徒的部长也好 领袖也好 都要依靠上帝 这是第二 第三呢 你看到耶和华人算什么 你竟认识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人好像一口气 他的年日如影儿一样 也就是第三方面 他要很谦卑地领受上帝的赤福 我是谁 即使他看得很清楚 人算什么 你竟然认识他 大卫的意思是说 我们人算什么 你竟然顾念他 使用他 把他放在君王的位置上面 哎呀 人好像什么 好像一口气罢了 真的 人就是靠这一口气 这一口气 什么时候要挺你都不知道 对吗 这一口气 什么时候要结束你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你要呼出最后一口气 都不在你的手上 人不过是一口气 他的年日好像影儿 什么是影儿啊 你懂影子吗 影子 影子是 它跟实体是一样 不过它完全没有力量 如果一棵树倒下来 你给它的影子压到会死吗 会吗 不会 但是如果你给树压到就会死了 对吗 影子压到会死吗 不会 影子盖过你 没有任何的伤害 影子好像是实体 没有伤害 表示人其实是很脆弱的 我们真的人能够 能够主宰这个世界吗 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 如果没有上帝的护理 人是不能的 所以他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脆弱性 然后这里 如同影儿 快快的过去 我们的年日好像影儿 就是很虚浮的 很快的 就什么 就过去了 所以他表示 生命的很短暂 很脆弱 而且很快的过去 但是神竟然在这个短暂的精神里面 赐福给我 使用我 我心中怎样 充满感恩 领受上帝的什么 领受上帝的赐福 所以让我们这样子的 看见自己 实在是上帝的恩典 临到我们 使我们可以做 神要我们做的工作 所以这是第十方面 第五方面 然后他就说 耶和华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 都是他的祷告 耶和华求你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 摸山山就冒烟 求你发出闪电 使他们示善 射出你的剑 使他们扰乱 求你从上伸手救把我 救我处离大水 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 他们的口说谎话 他们的右手起假事 他在这里做一个祷告 他就是 祭祀方面就是提到 我们要常常祷告 仰望上帝的什么 仰望上帝的帮助 我们在做君王的 要去打仗 要仰望上帝的帮助 我们要做事情的 要真的为 要治理的 要求上帝的帮助 他求什么 他求神跟他同在 求你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 表示什么 神啊 你跟我同在 你同在我就有智慧 你同在我就有保障 你同在我就有力量 然后他求神赐给他力量 求你发出闪电 使他们四散 射出你的箭 使他们扰乱 求你从上伸手救我 上帝你就在我危急的中 拯救我 加添我力量 所以求神赐给他智慧 来办事 来打仗 来治国 来处理各样的事情 他需要神的智慧 所以常常祷告 圣经中我们知道 约瑟治理 约瑟治理埃及 当约瑟出现的时候 法老说在他 这个人里面有上帝的灵 表示什么 他常常祷告仰望上帝 但以理是治国的人 当他治理 从巴比伦到波斯 他都做很高的政府的官员 他做什么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你看见他常常祷告 你读丹尼里书有个特点 丹尼里那个时候 你读丹尼里书 你注意一句话常常出现 就是现晚祭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那里还有现晚祭 那什么祭都没有了 圣殿已经摧毁了 但是在丹尼里书里面 常常提到丹尼里 讲了一句话 现晚祭的时候他做什么 现晚祭的时候他做什么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虽然从小被掳到巴比伦去 但是他没有忘记 在圣殿所发生的事情 过去在圣殿 时间到了有现晚祭的时候 几点钟几点钟几点钟 虽然现在没有了 他仍然没有忘记 表示他心里面怎么样 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虽然没有了圣殿 不再有现晚祭 不过他里面有现晚祭的时间 这种情况就好像 你可能在旅行 没有时间聚会 你可能在路上 没有机会聚会 你看一下 时钟早上十点 礼拜天早上十点 你想到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做礼拜 你可能出国去了 星期三晚上你想七点半这里 弟兄姐妹在这里读圣经祷告 那这就是你已经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个 一个记录了 所以这就是常常祷告 但以理事如此 尼西米呢 尼西米也是一个在高位的人 你注意尼西米也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 所以一个祷告的政治家 一个祷告的政治领袖 他一定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极大的智慧跟能力 很好的治国 大卫也是如此 大卫治国的时候 他的国家扩大 版图 非常扩 就是扩张神赐福给他 所以今天在高位的人 如果是基督徒 他懂得怎样祷告 倚靠上帝的话 我想他行事为人讲话 都让人家看出 他们实在是有敬畏神的人 你知道做高位的人有个危险 到了一个时候 高位会忘记他 忘记他自己是人 他想他自己是神 所以许多的时候讲话就以无伦次 这就是很多的时候 人在高位会出现的状况 求神怜悯这些在高位的人 特别是基督徒 让他们 你要为基督徒的部长祷告 让他们讲话像人 不要讲话像神这样 这就是大卫给我们看见的榜样 大卫在这里祷告什么 上帝啊你帮助我 他们的口说谎话 他们的右手起假式是指 他不要像这些的人 让他能够胜过这些人 这些人是讲假话的 起假式的 他要做一个成成实实的人 所以第九节上帝我向你 我向你歌 我向你唱新歌 用实弦策向你歌 说你是那拯救君王的 你是那救仆人大卫 脱离害命之道的 求你救我 求你救我脱离外邦的手 他们的口说谎话 他们的右手起假式 我不要像他们这样 你救我 救我们 脱离他们 我不愿意像他们这样 说谎话 就起假式 你看见 这是一个祷告的政治家 一个祷告的君王 一个对上帝的依靠 这是何等的 何等的美好的 这是第四 第五 接着下来 从十二节开始 他就讲到上帝的赐福 要继续仰望神的赐福 所以第五他就讲 要仰望神的赐福 他先讲 这里提到三个福 第一个福是家庭之福 那就是我们的儿子 从幼年好像栽子长大 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 是按建功的样式造成的 这个是家庭之福 这是讲到儿女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教导儿女 很少用这些经文 因为这些经文很陌生 但其实这些经文 讲的就是家庭之福 那大卫的赞美诗里面提到 当神赐福他们 他们的国家就平安 当他们倚靠上帝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 国家平安的时候 他们就怎样呢 他们就能够家庭能够稳定 能够教育儿女 所以他说 我们的儿子 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 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 教育儿女 那他特别提到 儿子好像幼年 好像一颗树栽子长大的 那他用了一个形象 树栽子 那么把树栽了 然后长大 那这里要提 给我们看见 首先 这里提到栽 就是有 有细心栽培的 有细心栽培保护的意识 有专心照顾的 那教育儿女 那教育儿女一定要有用心 来细心照顾他们 教育他们 他们如果长大的时候 就能够成为什么 一个很正直 好像一棵树这样 能够到天上去 一种很正直的 那我想我们要为 我们的家庭来祷告 特别我们家里有孩子 在成长 幼年的时候 我们就要教导他们 让他们能够长大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盼望我们的年轻人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很盼望 我们家教会里面的孩子们 被带大的 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思想是很纯正的 特别在这个邪恶的时代 很多思想是邪恶 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 借着圣经的教导 长期在教会里面 主的话语 是他们的思想纯正 这个思想纯正 就影响他们的行为上的正直 特别在这个世代 我们很希望年轻人行为正直 当然同时 他们懂得敬虔 跟对上帝的爱 就是这个儿子 这就是我们的儿子 从幼年好像栽子长大 那女儿呢 她说我们的理念如同垫脚式 垫脚式是很重要的一个势头 很华丽的一个势头 很贵重的势头 垫脚式 你没有想过 为什么圣经不要说 我们的儿子好像垫脚式 女儿好像树栽子长大 因为说起来 女人比较像树栽子 男人比较像垫脚式 对吗 垫脚式是很重要的 这里其实要讲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在家里面 影响家庭的 其实都是女人 女人是垫脚式 男人在外面趴趴走 在外面劳力劳苦 女人是垫脚式 所以记得 一个家里面 母亲在家里面 对孩子的影响 一定比父亲来得更加什么 更加大的 所以姐妹们所承担的责任就大了 所以我们的女儿好像垫脚式 所以让我们栽培我们的女儿 让我们教会中的 这些女儿们在父母亲的教导之下 那她们能够成为一个垫脚式 然后表示什么 怎样子 让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盼望我们教会的孩子们都有很好的教育 这些女孩子们都有很好的教育 还有很好的教养 还有很好的灵性 为她们祷告 她们能够成为垫脚式 好的教育 不一定有好的教养 现在很多有教义没教养 那么但是更有好的灵性 一样的敬畏神 为教会的青少年人祷告 让他们长大的时候 能够扮演 能够这样的角色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家庭之福 上帝赐福 一个国家 一定赐福国家的家庭 家庭最重要的 不是圣经很特别的 圣经在里面提到房子多大 住什么样的房子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 人伦的关系 父母的关系 儿女的关系 如果父母儿女这个关系 都在上帝的恩惠里面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家庭 所以这是家庭之福 接着下来 提到神在供应他们 供应之福 我们的苍印满 能出各样的粮食 我们的羊在田间 知生千万 我们牛陀着满陀 没有人闯进来抢夺 也没有人出去征战 没有人出去征战 也没有人抢夺 就是什么 这是神供应他们 你看 仓银满 仓库满 出各样的粮食 羊又在知生千万 生活很 神在物质上供应 所以我们信靠上帝供应 只有基督徒才能信靠上帝供应 我们如果没有神 怎么会相信是神的供应呢 我们只有基督徒知道 我们需要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 所以当神赐福一个国家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很丰盛 在大卫的时代 国家富裕 这个富裕不是靠不易之财 不是靠那些不正当的手段赚的 乃是很正当的 神的赐福 我们需要神赐福 神的赐福 对一个国家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卫在这里 给我们看见神继续仰望神赐福 还有第三是平安之福 也没有人出去征战 不用再打仗了 因为平安 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号的声音 意见着光景的百姓变为什么 有福 你依照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平安的时候 那就是有福了 那为什么有福 因为神赐福家庭 神赐福 神供应需要 神给他们平安的福分 那么这个君王 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来到这个光景 意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 最后一句话很重要的 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 这百姓变为有福 弟兄姐妹 关键就在这个 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 这百姓变为有福 所以福 你认为怎么样是有福 有钱吗 有名吗 有地位吗 这些福都是战士 真正的福是有神 所以在这里到位的 这一台赞美诗里面 我们看见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 是这样的 但是同样的原则 你可以用在每一个家庭 如果每一个家庭 我们做父母的 懂得知道 我们今天有能力赚钱 要归荣耀给上帝 我今天做accountant 因为上帝给我有accountant的头脑 我今天能够做医生 因为上帝给我医生的头脑 我今天能够靠劳力赚钱 因为神还给我劳力 今天我还能够赚钱的 一切的能力从神来的 我要感谢上帝 还有我要全心全意信靠上帝 因为是他引导赐福我 我的家庭 我能够治理这个家庭 需要全心全意的 神是一家之主 我们不是一家之主 神是一家之主 所以我们要常常 就是我们也要谦卑 领受上帝的赐福 我们的家庭也要学会 常常祷告 仰望上帝的帮助 让我们的家庭 有神的恩惠领导我们 求神跟我们同在 求神帮助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求神赐福给我们 在家庭有困难的时候 然后我们继续 仰望上帝赐福 我们的儿女 照着真理教导 也照着真理成长 然后我们生活的需要 得到公寓 家里面有平安 这一切的福的根基是什么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神 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 不要只挂在墙上 那句话 要真的是让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家之主 有时候这个是很讽刺的 我们看过 有时候他们上面写 基督是我们家之主 就在他的餐桌上 结果家里的人就在餐桌前吵架 上面写 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 如果基督是你家之主 每次要吵架的时候 问上帝 尊耶稣说可以吵吗 如果可以吵才吵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生命中很多的学习跟征战 愿主帮助我们 基督是我们的家的主 这才是有福的 个人也是如此 你有真正用神在你的心中 你才是有福的 有一个有神的人才是有福 有耶和华做他的神的人才是有福 让我们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最后我们看诗篇一百四十五篇 一起读 我的神我的王啊 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 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其大无法彻度 这一代要对那代重赞你的作为 也要传扬你的大名 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 和你奇妙的作为 人要传说你可谓之事的能力 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他们纪念你的答案 就要传出来 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复辟 他的一切所造的 耶和华 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 你的居民也要称重你 请传说你国的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的大能的作为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自掌的权并存到万代 凡跌倒的 耶和华将他们扶持 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 万民都举目仰望你 你随时给他们食物 你张手 便有生气都随便保住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 无不公义 在他一切所做的 都有慈爱 凡求告耶和华的 就是诚心求告他的 耶和华便与他们相敬 敬畏他的 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 也必听他们的呼求 拯救他们 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 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 尾焉伴有血迹的 都游游远远 称颂他的圣明 那这一首 这个诗篇 它的这一个重点 就是在一个字叫做大 也就是如果你把它编成调 它叫做G major G major就是God major 它主要的就是要讲到大 上帝的伟大 我们唱过一首诗歌叫做 你真伟大 主啊我神 每逢举目观看 你手所造 一切奇妙大功 到了副歌是 我灵歌唱 赞美救主我神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那这一首诗歌 其实就好像这一首 你真伟大的歌 它主要的就是要赞美跟诉说 上帝的那个伟大 无比 这第一个他提到的大 就是本质上的大 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他提到我的神 我的王 我要遵从你 我要永永远称颂你们 然后第三节 耶和华本为大 这个本为大就是 他本来就是大 他本质上就是大 他的大不是人分他的 他的大不是人把他放在神台的位置上 他称为神 他之所以为神 他就是在一切跟一切之上 他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 这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天天歌 天天称颂 永永远远赞美他 然后他说他的大 无法测度 所以你对这个神的认识 你如果知道他是很伟大 无比的时候 当你把所有的问题 放到他面前来的时候 一切都变得很小 你自己也变得很小 你知道他才是真正伟大的 相反 如果你忘记这个神是伟大的神 你自己开始就变得很大 在有一个法王路易十世 1715年他死的时候 这个人看自己是很大的 所以当他的棺木 他把自己放在一个金棺材里面 他就吩咐 当时候把他的棺木放在礼拜堂 然后礼拜堂的所有的灯都暗暗的 只有在他的棺木的上面 点了 点了一针蜡烛 他要代表什么 他要代表他就是光 周围都在这 他就是光 他非常的伟大 当时候一个主教就叫 Masilon 这个主教就走进他的棺木 把那个火 吹吹掉 然后说 只有上帝是伟大的 其他都是渺小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知道 神的本质就是大 所以这个做事的人 第一段他说 神伟大 本质就是大的 第二段呢 从第四节 他第七节 他要讲的是 上帝的作为是大的 所以这一代要对那一代 颂赞你的作为 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神的大能是什么呢 神的大能一定包括了 他的创造 我要默念你 威严的尊荣 和你奇妙的作为 人要传说你可谓 知识的能力 那就是什么 创造 神的创造是伟大无比 然后我也要传扬 你的大德 他们要纪念你的大恩 就要传出来 这是神的救赎 每一次圣经的作为 一定是创造跟救赎 我们都是他造的 我们都是他救赎的 所以这一代跟那一代 要称重你的 要颂赞你的作为 弟兄姐妹要记得 这一代 要对那一代 每一代就要一代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今天我们做父母的 要告诉我们的孩子 你要敬畏这位上帝 他是创造的主 他是救赎的主 一代一代要传下去 父母 你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 父母传给你 你要传下去 传下去传下去 很可惜的 我们一代一代传 真的是传得不好 有时候我们注意 信徒第一代很热心 第二代热心 第三代平常 第四代就没有了 所以有时候来到 一来到这情况 一个信徒 你可以大概知道 他是第几代的基督徒 有时候来到 越后面的就越糊涂了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一代传得不好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把一代一代传下去 让我们的孩子敬畏上帝 所以我们有责任教导我们的孩子 每一个父母教导你的孩子 让他们把诉说上帝的作为 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里面 他第八句 越后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这里所要讲的就是 他的慈爱很大 所以他虽然说 他的慈悲 复辟他一切所造的 所以他的慈爱很大 上帝的慈爱 他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如果神像我们常常发怒 这个世界早就灭亡 但神的慈爱 每一个他的儿女 神都爱他们 他一切所造的都有他什么 都有他的爱的护理 你信主 你不信主 你都有他的护理在其中 到了第十节到第十三节 讲到他的国度很大 神的国度大 这个国度以他的圣名 你的圣名要称颂你 传说你国的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 然后他说你的国度威严荣耀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滞长的权柄存到万代 上帝的国 伟大无比 荣耀无比 我们将来 我们已经是神的天上的国民 我们将来要见到这个国 很实在地降临在这个地上 我们要很实际地看见主的国 所以上帝的国度很大 不论从时间来看 从空间来看 从人 从民 民的数目来看 都是伟大无比的国度 而且是存到永远的 世上没有永远的政权 但是神的滞长的权柄 是存到永远的 所以每次我们祷告说 愿你的国降临 就是神的国度要来到 耶稣在钉死之驾的时候 祂说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 我的民就必起来征战 所以神的国度 是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 来到14节到24节 14到20节 讲什么 讲上帝的恩典很大 祂的恩典很大 祂的恩典什么 怜悯扶持软弱的人 所以跌倒的 祂将他们扶持 压下的将他们扶起 神有很多的恩典 压伤的芦苇 祂不折断 江禅的灯火 祂不吹灭 有时候我们实在是软弱无比 神还是这样的怜悯我们 还有祂的恩典很大 物质上祂供应我们 外面都几目仰望你 你随时给他们死 你张手使他都随愿饱足 所以这是什么 物质上的饱足 你看到第19节 敬畏他的 他也必成就他们的心愿 这是灵性的供应 第一个 水焰宝足是物质的供应 第19节 那个信念是灵性的供应 神满足我们 物质跟心灵的需要 然后第17节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 无不公义 在他一切所做的 都有慈爱 上帝的慈爱跟公义 是并行的 他并没有 扑相排斥 并不是因为他有慈爱 就没有公义 有公义就没有慈爱 不 他又公义又慈爱 这是伟大 无比的神 他的公义慈爱 并行 他没有不公义 一切所谓的 都有慈爱 所以这里就显出 他的什么 恩典 而且他维护 耶和华保护一切爱 他的人 这样灭绝一切的恶人 神护理 公义的护理 如果神没有公义 如果这个世界 没有神的公义 这个世界真的不能住下去 但有神的公义 这个世界有神的慈爱 所以神仍然在 维护我们这个世界 所以从本质大 到作为大 到慈爱大 到国度大 到恩典很大 所以我们要怎样 要赞美上帝 二十一节一起读 我的口要说出 赞美耶和华的话 违宴凡有血气的 都要永永远远 称颂他的圣明 你信靠这样的上帝 有什么可以害怕恐惧的呢 你对这个神的认识 使你更有力量来跟从他 所以要让我们爱主 让我们敬畏上帝 真正认识神的伟大 所以他的经济在十七节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 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一百四十四篇 不用讲 你知道经济是哪一节了 就是十五节 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的 这百姓变为有福 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今天借着诗篇 我们认识到祷告的重要 我们也看见 你要我们学习 在各样的患难中 借着祷告来得到帮助 我们也谢谢主 让我们借着赞美的诗歌 知道你满有恩典 每一天你都看顾带领我们 愿你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 施恩帮助我们 你的话已使我们得着力量 继续的走主 要我们走的路 愿主恩待赐福看顾 保守我们 祷告奉主生命而求 阿们 谢谢